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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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落线是一条带状的指标 是用来追踪趋势和识别超买、超买的工具 它是由上轨线、下轨线和中轨线组成 中轨可以是移动平均线 而上下两条轨道会被设置为 距离中轨的某个百分比 例如6%、10%等等 可以根据个人经验设定 大多数价格会出现在包落线轨道里面 所以当股价突破上轨线或者下轨线的时候 就代表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在明显强劲升势里面 股价突破上轨 代表上升趋势加强并且会持续 是买入的讯号 如果在明显跌势里面 股价突破下轨 就代表下跌趋势加强并且会持续 是沽出的讯号 但如果在横行走势里面 股价突破上轨 就可能预示超买 股价有机会回落到轨道线里面 是沽出的讯号 同样 如果在横行走势里面 股价突破下轨 就可能预示超卖 股价有机会上升到轨道线里面 是买入的讯号 是沽出的讯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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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沽出的讯号